今年的地球超载日是发生在8月2号 也就是说我们在8月2号这一天 已经把一整年的资源全部用完了 我们将结合时代的脉动 进一步对探盘查及探权申请 做实际的操作及应用 做堆沙里堆沙 对于我们在这种沙桌上种树 其实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增加这个土壤的厚度 它现在的高度其实已经四公尺五公尺那么高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国土给重新守护起来 在澎湖其实有一件事情是 雨天去抗争与搏斗 就算是它非常的艰苦 我们还是得要做 这件事情就是种树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就很有信心 你最近在我们以前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用水耳水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革命 我们台湾是一个缺乏矿业资源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使用其他国家的矿业资源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的环境责任回归到当地 从五个面向 教育产业 社区 水资源 沙漠绿墙 开展出来 因为蒙古的总统提出来要种植十亿棵树 那么之后我就开始到处再找 台湾有什么绿色的科技可以帮助蒙古来种树 他们感到很有成果感 因为有种在照顾孩子的感觉 我们感谢非常多企业 不管在台湾 现在也帮助了我们在蒙古 蒙古的总统 我们应该把它放远到全世界 让我们人类可以更永续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我觉得拯救地球这个任务呢 不应该有任何打折的地方 加入我们的团队 一起保护地球 We are one world 需要更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支持我们 请大家继续捐款蒙古总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